來看今天的消息 這個嘉義官警局 爆出說有警察投協入境 但是發生五天後就申請退休 現在又來團出兩年前 還有其他死命的這個環境也受害 有哪有留意來到 幾季家會公佈受害入境的聲明 有哪隻空 驚鳳 吃安 嘉義警員 報出勝訴投協入境 事發第第五天就退休 嘉義官警察局跟那當時 但今局長的療痕性好人實際安靠 引起很大的恐怖 政府團出兩年前就有死命嚴警受害 受害嚴警公開營動 說出心聲 到第一次 海美對控大海人 向警員投協 為嘉義官警察局跟鎮燦營 刷事刮刮上後 疾控驚鋒 講演講 案件未調查清楚 就處分承辦人 企圖由基層員警扛則了事 長官依然高升 這四名被害人案件 應輸入而不輸入 違反規定 公務機關的信憑機制 早就已經失靈了 原本有的這個申訴 甚至你們所謂完整保障的 這個副審的機制 根本沒有辦法保障 受害者的權益 將對嘉義官警察局基層責案 是在內容立委擔交法 提出訴訟 只控警察局說 因為董事件要求保密 就沒有將性所案件 兼職互有系統 操作到有系統台語 就去案件事竟然散途 受害入境的委員律書表示 警察局沒有調去性病會 嚴格經驗室改歲 或是沒有規定要調去性病會 管警察局那時已經猜出 是優惠的作為 讓律書不管環保 在我們的系統上面 有沒有留下 這個刪除的記錄這個部分 我們回去會再做 再做一次確認 只顧著自己要吃案 你想保住你的官位 你沒有想過說被害者 想要保住他的名聲 跟他的人聲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這個案子講真的 沒有立即也沒有有效 台灣警察同做官員 推動協會批評 公務機關法法 保證無法可犯 丹者法教求 監察員經驗室 中規調查 跟那時丹臨 跟議員警察局長 現任新北市警察局長的 料奔性 露台負責 記者總括不得